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你想一想应该怎么处理啊 你就想一下就行了 因为这个的话我们做的话呢 我打算用Vue做 用Vue做 用Vue做的话呢 几乎就不用咱们做啥了 你简单的设置几个选项 它就好使了 然后你先想一下 如果用GSTL 用GSP应该咋做 是不是啊 好了 这是第一个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块 会有一个这个菜单的选择 菜单上哪去了 完全不用管它了 这按钮没有菜单 菜单下面有菜单 哎 还有菜单 这个下面有菜单 哎 我的菜单呢 嗯 啥情况 是不是报错了 没报错 哎 不用管它 没没吧 我们会再做一个菜单出来 然后选择相应的选项 然后在这块把这个菜单 这个新建出来 明白的意思吧 嗯 好了 那这个里面的菜单应该是一个呢 什么呢 是一个竖形列表 为什么是一个竖形列表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表 它就是一个资关联的结构 父亲有父亲 父亲还有爷爷 爷爷还有什么 什么祖宗什么的 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呀 集联的一个 地规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们这块要用一个竖形菜单啊 好了 这竖形菜单回头我们会用一个就是比较流行的叫Z-Tree 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中国人写的 现在好多组件都中国人写 你看咱们用的bootstrap table 是中国人写的 然后那个Z-Tree也是中国人写的 voe也是中国人写的 还有现在上传 做上传比较牛的一个百度上传的一个框架 那是百度写的 也是中国人写的 都那个啥了 都本地化了 挺好的写的 好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项目的原型啊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点击编辑 点击编辑的话 它这个 这个咋的了 它是不是 我估计它服务器停了吧 它好像服务停了 我看一下 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把那个新增和编辑和编辑的修改做了 但是做这个之前 咱们首先要学一下那个voe啊 所以下面咱们就学一下voe 看看这个 对 弄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后端的那个事就省了不少了 就是咱们 你要是用gsp做的话 那得老费事了 你用voe做的话 都不用你做啥 就做好了 它还暂时用不了voe里面那个路由功能 因为那个路由功能 它是基于es6的 你看刚才那个灯路过漆了 你看这菜单是这样的是吧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点确定 它要选择进来 就这种功能 这里面唯一复杂一点的可能就是这块 剩下其他的 你像这种 这种都不算功能点了 这种就特别简单 实现起来 然后还有这个编辑 编辑的话 它是选择一个 然后点修改 它为什么这么处理呢 就是未来它可能是用那个 用sero啊 控制权限的时候啊 这按钮都统一放在这儿 它比较好控制 就这么个目的 用sero控制它的时候好控制 当然我们这地方 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习惯吧 还是放在这儿啊 所以我们点这个点编辑进去 然后修改 好了